要添购衣物之外 其实最近的天气不稳定 也造成部分地区好与不断 结果就让红豆还有萝卜等农作物损失惨重 农损已经高达了1亿6千万元 虽然目前还没有达到现金救助的标准 但是农委会方面是以专案补助 提供涉灾农民们一半的现金补助 同时技术团队也已经出动了 将会提供农友们技术上的帮忙 台湾最近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 除了对一般民众出门不方便之外 也造成了不小的农业灾情 根据农委会统计 农损已经达到1亿6千4百多万 虽然还没达到办理现金救助的标准 农委会还是以专案提供补助 经过认定那有严重损害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给予专案的一个补助 那补助的金额就是现金救助金额的二分之一 这波封面跟东北季风带来好雨 让全台包括中部南部东部都传出了农业损失 农委会首长第一时间也到农业受灾区勘察 截至15号上午9点 最严重的就是屏东县 农损达到6200多万 排名第二的则是嘉义县的4000多万 以及台南市的3000多万 至于这次受损最多的作物则是红豆 有高达2544公顷都受到了影响 被害程度将近一半 损失6000多万 其次是萝卜 番茄 玉米 牛磅 二期倒做马铃薯 花椰菜等等 而除了专案现金救助 农委会也提供技术协助 如果有什么样在技术上 农业技术上我们需要协助的 那我们的服务技术团也已经出动 不过农委会也提醒农友 要把握10天之内的申请时间 向土地所在的区公所提出申请 相关单位才能尽速伸出援手 在接龙有一名两岁的女童 服用药水的时候 疑似卡在呼吸里面